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哥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我一直考虑给大家录一期月饼的选题 但是上到鲍鱼乳虾馅的 下到鱼香肉丝馅的 已经全都录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月饼的测评 真让我发现了一个不错的 德云社也出月饼了 德云社做的月饼到底怎么样 今天我要给大家详细的测评一下 拆开外包装之后 看这个月饼的包装盒还是比较精致的 尤其是这个金色的德子还是很漂亮 包装盒的颜色也非常漂亮 干净有点那种乳白色和米色的那种感觉 它在后面有的这种月饼的配料表还有名称 我们看看里边的月饼怎么样 哦,是这样拿的 这个德子是一件大门一样 小刀子 还有一张贺卡 上面写着中秋快乐 还有郭德纲的签名 下面我们就拿到最后的一层面纱 哇 有点惊艳的感觉 颜色非常的漂亮 让人感觉不油腻 而且它这种月饼啊 个头不大 看着非常的精致 这个德云社的月饼啊 现在从外包装到内包装的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把它都拿出来 挨个来看一看 每一块看着它的造型上 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它这个一盒月饼是188块钱 9块 20多块钱一块的月饼 不便宜啊 虽然造型上感觉是下了功夫 包装上啊 但是月饼嘛 我们还是要看口味 下面我们就挨个尝一尝 看看它这个口味对不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它这9块一共是9种味儿 日式抹茶风味儿 香浓板栗风味儿 紫薯桃山味儿 酒香绿豆味儿 抹茶红酒味儿 奶黄桃山味儿 浪漫椰蓉味儿 卡布奇诺味儿 红酒蔓越莓味儿 从这9块的色字上来选 我们先来尝尝这块 红酒蔓越莓的 颜色太漂亮了 尤其是上面这个云纹 真的是很喜欢 一下刀就有感觉很软 这个月饼皮看着还是比较薄的 馅儿比较足馅料 这么厚 然后能看见那种蔓越莓干 据说德云社一个月饼的月饼皮儿 叫陶山皮 然后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面 奶油黄油什么的 我们尝尝 因为它这个月饼皮儿比较软 所以吃到嘴里非常绵软 但是有点发黏 它这个月饼不是特别的甜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 卡布奇诺馅儿 月饼能吃出来咖啡味儿 我们尝尝 请不吝点赞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馅比较厚 这馅也是比较软 所以如果大口吃的时候 它在嘴里会非常的黏 有点沾那种上牙糖的感觉 在嘴里好像有点嚼不开 所以大口吃的时候 口感稍微差一点 我们再尝一块紫薯味的 馅都是很多的 这个的紫薯味还是比较重 还是比较香的 我们现在已经品尝了五种口味 总体来说 我感觉这个月饼有两大特点 一就是软 它的面也很软 它的馅也很软 因为它太软了 所以这个月饼吃到嘴里 小块吃还好 如果大块吃的话 到嘴里有点嚼不开 黏黏的一团 然后还沾上牙糖的 大口吃的口感很一般 第二个特点 就是这个月饼 它的每种馅的味道 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卡布奇诺的 紫薯的 还有蛋黄的 什么抹茶的 但是你说有多特殊 我倒也没吃出来 感觉也就是一般吧 因为我现在连着吃了五块 然后各种都尝了 所以吃到后面 也感觉有点甜 也是有点厚 所以如果自己吃月饼的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 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小贵的 但是如果要是送亲朋好友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毕竟它是德云社生产的月饼 是吧 说着去也还是比较有面子的 属于珍稀物种了吧 那我们本期的评测就是这样 喜欢小一个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关注评论 转发点赞 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